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刚刚我们收到一些消息和指引 希望我即刻和大家宣布 我想大家什么都不要说了 快点多点叫别人 去like 订阅《啤梨漫步》 我们的朋友要有20万 最少《啤梨》频道 如果想我们频道可以继续做节目 继续向上 或者起码不要像现在这么惨 20万 我介绍不了这么多朋友 大家不要小看你们的一分力 我现在要像当日 叫人家投票 每一张票都是这么重要的 每一个like 每一个subscription 都是这么重要的对我们 因为已经是生死存亡之秋了 每一个订阅 很简单 你叫你的朋友 如果你订阅了 叫你的老婆子女 家爷子女都订阅 一开四 如果不是 我再教一个方法 开多个户口 开多个Gmail户口 开多个Gmail户口 然后开用新户口 再去like多次 subscribe 订阅 你如果开Gmail户口 你需要两个电话号码 是 如果你再不是 你不妨也是 你不妨也订阅 走下去 买几张太空卡 是 开几个Gmail户口 要订阅的嘛 电话 但有时候 好像同一个电话 都能开到两三个 行不行 ok 总而言之 开多几个户口 like多几次 总而言之 我们希望去到20万 这个是对我们的台 其实都是我们订阅给我们自己的 其实我们这几天 都已经想过了 你想了几天 我刚才收到 这么久都劝了大家 希望早点到20万 都是给我们指标 究竟我们的台 还大不大搞 或者缩水 就要指标 早点希望在一个月之内 去到20万 这个就是我们订阅给自己的指标 我觉得这样 不用付钱 你subscribe 订阅 就OK了 有很多朋友还没订阅 或者介绍给别人 这样 我们一定要给点点 对 一个电话 最少可以有三个 他只要在户口 我给点点点 给点点点点 如果 我们达到20万 是 我答应大家 我再给你们两个链 不然是四个链吗 现在大家看看 是不是有点像女人 这样是不是有点像 这样是不是有点像 不是 脚头什么 如果你有见过那些女人 就像我那样 真的这样逼得自己有球 有点没有 都逼不住 想逼得 有点击 如果一个月之内 去到20万 我们就出社挣扎 是吗 不是我整个都想出的 不用去到20万 都要给点藉口 这么说 如果一个月来 不要用一个月 今天是四月多少 今天是四月十七 今晚明天是weekend 大家去开户口 总之这个月去到20万 就是多2万多 我们多3万多 应该是10万7 是啊 多3万多 那我们做什么好呢 好 我答应大家 我们就真真正正 开拍电影 好 开拍电影 实际上太多人押忍我了 现在个人都没什么 392047 快要拍到 要你了 呜 这个是对我们真正的 我又不能说 我很难忍 你就是一个技术支援的朋友 叫我千万不要说 我内陆的杰均 其实也不单止是我们 新闻的目标 目标当然 随时都希望有 好吗 好了 为什么 所以没有20万 就对我们很拔收 是啊 因为以前 一个综合节目 我记得以前 不是呀 我最惨的 我看到台湾那些人 有一个频道 专播那些人 去捉猫猫狗狗 拯救猫猫狗狗 那些人 有几百万 几百万人押忍 第一 说是台湾 是 台湾和香港 就很难比 第二 那些人 现在多人看 大佬 猫猫狗狗 看狗毛可以吗 原来你喜欢看狗毛 这件衣服 你这么有趣 立刻拔两条 我不想押忍 我直接拔掉一条 让你看 什么错 人都说我看狗毛 有些网友说 已经赞了几个户口 多谢大家 为什麽16万多 你不要问我 可能是风格问题 我也不明白 我认为 不是很多人看的频道 都有 动下 就有30万订阅 如果说政治 就困难的 你说其他频道 音乐频道 那些就容易很多 有些稀笑怒骂 像我们这麽厉害 这麽政治 其实6万 我都不算少 有没有推播 其实20万 这是一个里程碑 因为据我们所知 好像有5万 然后一跳就20万 他对于节目的推播 你有这麽多粉丝 他就会有一些不同的政策 25就好一点 是的 但是我们逐步逐步来 不是20也不兜 何况有5